一花一世界,一叶一菩提,欢迎来到禅意。 世间万物皆有因果,今天出现在你身边的每一个人都不是无缘无故的遇见。 你圈子里的每个人都是你前半生中不知不觉埋下的种子,就如《吸引力法则》里写道。 你是什么样的人,就会吸引什么样的人和能量来到身边。 今天和大家分享的是《吸引力法则》。 所有遇见皆有因果,在开始今天的节目之前,希望大家能点击关注。 您的点赞与评论也是对我节目最大的支持,感谢大家的喜欢。 苏式有言,人生如逆旅,我亦是行人。 人海茫茫,有些人擦肩而过,有些人走着走着就散了,而有些人却走尽了心。 相知相守,看过这样一个关于前世今生,关于相遇和分离的故事, 有位书生经父母之命媒说,之言,和一位姑娘定了亲,彼此相敬如宾,一直都相处得很融洽。 书生一直认为他会和姑娘举案其媒,白头偕老,可谓等到成亲,姑娘却爱上了别人。 决然地离他而去,书生心里有怨有恨,去问智者,明明我们也是彼此相爱,为什么他却要选择别人呢? 智者说,一切皆有因果,一切都是宿命。 书生不解,智者便给他讲了这样一个故事。 但是,很久很久以前,有位女子失足落水,尸体漂流了好几天才被冲到一处偏僻荒凉的岸上。 他衣不蔽体,几乎全身赤裸,浮肿的脸和身子看起来很是吓人。 有位行人路过此地,只看了一眼,便匆匆离开了。 第二个行人,匆匆赶,但想了想,还是把自己的衣袍脱下来覆盖在女子身上,之后才离开。 第三位行人看,道女子心生不忍。 将她好生安葬之后,方才离去,智者说,这女子便是与你定亲姑娘的前世。 她前世遇到了三个男人,你是那个脱下衣袍为她盖住身体的人。 前世追医之情,今生相恋一场来还,但她要用一生一世去报答的,是那个将她埋葬的人啊。 书生了然,原来世间所有相遇和离别,皆有因果,强求不得,遂放下了心中执念。 人和人之间,缘分有身有浅,有些人出现在你生命中,注定只能陪伴你走一段路,无论是什么关系,无论有多舍不得,因缘而聚,缘尽而散,都是必然。 我愿化身石桥,五百年风吹,五百年日晒,五百年雨打,只为你从桥上经过。 这是电影《剑雨》中的一段台词,描绘了用情至身之人生生世世,都要守护自己的那份真挚感情。 每个人都渴望自己能够拥有一份美好的爱情,觉得属于自己的那个人会在命运的安排下出现在正确的时间和地点。 这是蓄谋已久的一场偶遇,也是逃不掉的一种宿命,其实不仅仅是爱情,人与人之间产生的交集都是有着磁场互相影响的。 你注定和谁相遇,认识谁,早就刻印在你的生命轨迹之中了,命运就像一条无限延伸的放射线,每个人都有属于我们自己的那一条。 它们在不断地平行和相交,甚至也会呈现反向而行,时间一天一天地过,命运这条线也在不断地延长,遇到更多的线条, 它会和一些同样的线相交,共同走很久的路,这便就是最原始的友情,也会和这些线分离,不再有重合。 二,是逐渐平行,互不打扰,直至再无交集,这就像生命里那些来去匆匆的过客,给我们留下回忆后,就再也寻觅不到了。 无论怎样,你遇到谁,手中的线和谁会产生交集,都是冥冥之中铺垫好了的,你是谁,就会遇见谁,生活中我们不难发现。 有相似爱好,相同脾性的人,往往容易互相吸引,如果一个人行事光明磊落,尊老爱幼,那么他的朋友也一定有相同的品格,人有不同的气质,你是什么样的气质,就会吸引什么样的人。 去年的热播剧都挺好中,苏明玉本是一个不被原生家庭待见的倔强少女。 幸亏后来遇到了恩师老蒙,一路提携教导,才得以走上了人生巅峰,她看出她有销售天分,带她进入职场,给她指明了人生的方向和梦想。 刚入行,不久,她私用公章,导致公司损失三十多万,是老蒙保住了她,对她就像女儿一样。 得知她母亲去世后,老蒙直接塞给她一张银行卡,当时身边不少女生都羡慕苏明玉的运气,这么优质的一个老板兼人生导师,我怎么就遇不到呢? 的确,在我们身边,老蒙这种人可遇不可求,可是别忘了,人和人之间的磁场是会相互感应的。 如果不是因为苏明玉内心坚韧不拔,有智慧有胆量,又怎么会吸引到老蒙不遗余力地帮她呢? 心理学上的吸引力法则说,你是什么样的人,就会吸引什么样的人和能量。 吸引力是一种磁场,这种磁场是看不见的,但这种力量是巨大的。 就像万有引力一样,我们每个人身上的这种气场,无时无刻不再影响着我们的人生,正所谓道不同不像,为牟龙不与蛇同居,狼不与狗同时,志向不同的人,很难走到一起。 与凤凤凰同飞,必是巨鸟,与虎狼同行,必是猛兽,正如商业哲学家吉米罗恩所说,你是你最常接触的五个人的平均值。 一个人的性格,爱好,生活质量,目标方向,看他身边最近的五个人,便可一目了然,大千世界,无论多遥远,那些与你同频率的人, 终会穿越茫茫人海,相似的灵魂终将相遇,你渴求什么,就会经历什么,活在世上,个人的欲望不同。 走的路就不一样,如此,便会经历不一样的烦恼和苦痛,有人为爱痴狂不已,用情置身时,还会失去理智,赴汤蹈火,有人为钱奔波劳累, 对,必要的时候,还得阿谀奉承,八戒讨好说到底,只要你选择了一种生活,就得同时接受这个选择背后的代价。 心有执念其实不完全是一件好事,因为有些目标其实没那么容易达到,在追逐的过程里,你注定会遇见一次又一次的挫折, 事实往往就是如此,很多时候,我们明知前路艰险,却还是不得不迈开步伐,毕竟没有人愿意违心地活着。 亦没有人甘愿让自己的人生止步不前,想收获多少幸福就得遭多少罪,既是自己选择的,就别轻言后悔。 电影《泰坦尼克号》里,杰克在被冻江前对罗斯说, 这辈子赢得船票是我最幸运的事,青年才俊最渴望的就是一段轰轰烈烈的感情。 杰克从赢得那张船票开始,命运就已经开始把他和罗斯连接起来了,他当时并不知道这张船票,是实现内心渴望的要是杰克和罗斯的爱情,感动着无数人。 其实命运对每个人都是公平的,不需要去羡慕他人,只管把握好自己就足够了。 就像不到最后一刻谁都不知道那张杰克迎来的船票是一切的关键一样,你的要是说不定早就在你的手中了,只是你现在还没有意识到,所以你现在就像是在播种未来的种子, 每一步都是有着因果关系的,要学会把握好当下,每一步说不定都是命运给你的暗示。 这决定着你未来的收获,做更好的自己,与更好的别人古人说君子物本,本利而道生,当你从根本上提升了自己,所念所求都是水到渠成的事,战国时期的苏秦志向远大,是从鬼谷子学习纵横皮和枝术学成,出山后,他迅速变卖家产。 四处游说,却屡屡碰壁,彼时的苏秦游说技巧不足,对列国形势认知不够,根本无法戳到各诸侯国的痛点,可以说失败是必然的。 后来苏秦再次发奋苦读,研读兵书,研究天下大事,待二次出山时,夙愿得偿,苏秦全权负责六国合纵抗秦。 成为历史上唯一一位身居六国相位的外交家,命运从来不会厚此薄彼,你享受到的,必得是你匹配的。 王阳明曾说见贤思其烟,见不贤而内自省,只有自己变得更好,才能遇到更好的别人。 释迦牟尼曾说无论你遇见谁,他都是你生命该出现的人。 绝非偶然,人与人之间的相遇,就像共同托举着光辉的太阳。 光照亮了路,热温暖了心,将所有同贫的人和事件拒见笼,很多时候,不是没有遇到好的人,而是自己没有成为更好的自己。 有这样一段话不要去追一匹马,用追马的时间种草。 待到春暖花开时,就会有一匹骏马任你挑选,不要去刻意巴结一个人,用暂时没有朋友的时间去提升自己的德行。 待到时机成熟时,就会有很多朋友与你同行,用人情做出来的朋友,只是暂时的,用厚德吸引来的朋友,才是长久的。 丰富自己比取悦他人更有力量,你若是百羊,自会有巨鸟来气,你若是大海,自会有百川来去,只有成为最好的自己,才会遇到更好的别人,同生相应,同气相求,能量相似的事物,总是会互相吸引。 有时候,并不是我们没遇到优秀的人,而是我们自己不够好。 在世界这个大瓷场里,你是谁,就会遇到谁,要想遇到更好的人,你得保证自己也不会太差,种下梧桐树,引得凤凰来。 当你脚踏实地,风迎自己,提升自己,优秀的人,自然会被你吸引过来。 当你身无彩凤霜飞翼时,所欲所见,皆是灰暗无光。 而当你光芒万丈时,世界自会五彩斑斓,和颜月色,所有遇见都有因果。 你若盛开,蝴蝶自来,你若精彩,天字安排,愿你会遇见你喜欢的人,愿你相信美好,靠近美好,遇见更好的自己。 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 如果你也喜欢这篇文章,并且让你深有感触,希望你能分享给更多的人。 感谢您的观看,我们下期再见。